蔡英文总统今天是到日本驻台代表处 日台交流协会 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他说安倍是台湾永远的好朋友 也期待未来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可以像安倍在生前弹奏的歌曲 《花正在开》一样 持续的开花结果 这首歌曲是在2021年 日本三一一事件十周年的时候 安倍当时为了悼念历烂者 他亲自弹奏的曲目 他说自己虽然小时候学过钢琴 但是已经六十年没有碰过钢琴了 为了这回的纪念活动 他特别苦练情意 也是展现一种日本精神 挑战的精神 作为二次大战之后 日本最重要的一位政治家 他的大战略行动 抗中 清美 宝台 以及他传奇的一生 将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